将漂流木赋予新生命 格曼兰族的艺术家林靖展 山海漂流深知轮回特展日前开展 运用二手素材结合漂流木创作 搭配广告文案的说明 让创作品不再只是饰品精品 而是从中探讨生命轮回的意义 战期到4月16号 欢迎民众前往感受原名艺术之美 以漂流木作为主要创作题材 并结合二手素材 将漂流木赋予新的生命轮回 搭配广告文案严谨一概的说明 让创作不再只是饰品精品 呈现一个个有天使猫头鹰 甚至移动城堡的复合作品 格马兰族艺术家林靖展 山海漂流深知轮回特展日前开展 性格爽朗广结人脉的林靖展 开幕日当天众多亲友前来支持 不用人家教才会有自己的想法 人家把你定了型的 那你永远就在别人的框架里头 所以我以原住民为荣 我以哥马兰族猴猴族各组为荣 我希望我能够可以帮原住民 在这一个部分尽可能的转换一种方式 让他的艺术呈现不仅仅只是 木雕编织串出出这样的 我们也可以经过设计 经过改良 经过更新 经过精神的培养 观念上的灌输教育 让原住民的东西可以站上舞台 那不忘自己是原住民的初衷 这是最重要 最重要 不能度了 过了贤水 度了金 留了血 就忘了自己是原住民 有11件作品的产出 往往需要耗时几个月 甚至几年时间 林靖展表示 所有的作品都不算是完成品 如同龙舟完成后的最后一个步骤 要点睛一样 此判原民作品不再只是木雕编织串出 等只是个饰品精品 能以丰厚的情感教育等精神 注入艺术 重新赋予新生 并不忘记身为原住民的初衷 即期展出至4月16日 欢迎民众前往花创园区参观欣赏 记得蒋包远 华林氏报导